Hello Homies 你現在收聽的是克萊梅特宅報導 讓你宅著就知道國際氣候能源大小事 Hello Homies 這禮拜伊婷持續罷工中 但伊婷不是為了氣候 也不是去支持長榮姐姐們 更不可能去發大財的場子 單純是因為太熱所以發懶 所以還是只有18號一個人陪各位Homies 來進行本週最宅話 本週首訊要來回顧6月底 剛結束為期10天的波浪氣候會議 看看有哪些重點 將會出現在今年11月 與智利舉辦的 第25屆氣候峰會的協商戰場上 今年氣候峰會上 可以肯定會出現的重點關鍵字 Hashtag 2050 Net Zero 為了讓各位Homies不要太俗氣 所以18號先簡單整理了 英國能源氣候智庫 ECIU於6月25日發布的 全球淨零目標實況報告 法國議會於上週四 自6月27日展開表決 將首次通過2050 淨零排放的法定目標 法國氣候高階理事會 同時也發布了首次的建議報告 表示非常有決心 但要再努力努力囉 6月底剛結束的波浪氣候會議 重點如下 IPCC 1.5度C特別報告 宣布出局 在沙烏地阿拉伯 美國俄羅斯等國家 強力抵制假 假裝的讚美你 再賞你一巴掌 也就是說先感謝你的貢獻 然後可以提供目前最好的科學證據 但因為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將不采拿報告的意見 而另一方面 科學家與青年團體都穿上了 科學不容協商的T-shirt 表示強烈的不滿 碳定價即是需要 瞎快協商展開行動 碳定價即是去年 波蘭會議上 唯一沒有討論到的重點 而主要的爭議包含 是否可以沿用過去在京都時期 所取得的碳額度 作為抵患巴黎協定下的減量貢獻 而可能儀勤的爭議包含重複計算 以及避免虛偽的減量貢獻等等 都是主要的爭議 巴西因為自己握有許多的碳權額度 是主要支持繼續沿用的國家 然而小島國家等群其反對 指出若要有沿用碳權 那應該要提出相關的配套 例如需要將30%的減量貢獻 留在小島國家類似繳碎的概念 來提供給各個小島國家 其他的重點也包含了 華沙損失與損害的機制 今年將是首次檢視過去五年的進展 而巴黎協定規則書中 透明度的細節規範也是一大重點 究竟是要如何承報各國的減排情形 亦或是要如何聲明各國自訂貢獻的進展 都是今年氣候峰會的討論重點 接下來18號將排放淨零到底 英國能源氣候智庫ECIU 6月25日發布全球淨零排放目標報告 指出全球已經約有六分之一的GDP 邁上2050或甚至更早進入淨零排放目標 包含17個國家 11個州政府以及23個城市 而17個國家中有布丹以及蘇利南 它已經是達到負排放的國家 而挪威以及瑞典是唯二的國家 領先全世界將淨零排放目標寫進法律中 目前修法中的國家共有四個 是英國、法國、西班牙以及紐西蘭 其他的國家則是透過政策的宣示 或是仍在政策的討論階段中 而除了各國政府的努力之外 ECIU也指出全球至少有34個企業 年收超過10億美金 自行提出淨零排放目標 甚至有些少數的企業已經達到該目標 此外2018年國際能源轉型委員會 在他們的Mission Possible的報告中 也指出航空、水泥、船運以及鋼田業 在減量行動上具有相當挑戰的部門 要達到2050淨零排放是技術上可行 經濟上也可行 而他們的減量成本也約莫只是減低 2050年全球GDP的0.5% 而今年全球投資人議程組織也指出 全球有477個投資機構管理超過34兆美金 也呼籲政府強化2020年的減量目標 採行探定價機制 並且具體燃煤除疫的時程 以及2020年前確實履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的要求 剛剛提到全球目前有包含法國的 四個國家正在立法階段 而就在上週四 6月27日 法國議會也開始針對淨零排放目標展開表決 法國氣候高階理事會首次提出諮詢報告 嚴正的指高法國政府 表示有決心很好 但若要達到2050淨零排放 還需要三倍的努力 因為報告指出2015年到2018年間 法國僅減量了1.1% 而建築以及運輸部門是表現最差的 因此需要進一步強化碳稅的施行 全面系統性的盤點現有的法治 開發以及投資計劃 最後是邁向低碳的同時強調 轉型的公正性 以上就是本週的克萊美特賊報導 掰